你有没有发现,AI这波红利,普通人其实根本沾不上边 显卡被大厂囤着,算力被云场垄断 最连数据中心都开始卷冷却系统 但是就在大家觉得门槛太高,机会没了的时候 量子计算正悄悄打开一条捷径 有人说,量子计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AI之后的下一个时代 如果AI是改变世界的第一场革命 那量子计算很有可能就是第二场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呢,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 目前,这个方向呢,比较受关注的两家公司 IONQ和阿奇切 一个被称为量子界的英伟达 一个呢,更像早期的超威 那么,他们到底谁更有机会成为下一个翻倍黑马呢 大家好,我是安波尔,一个只讲事实不带节奏的分享者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家公司的底牌 看看量子梦究竟值不值得 那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量子计算呢,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过去几年它一直都有在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其实前些年大家可能有听说过 类似于比如说某个团队实现了量子霸权 或者说某个公司的量子比特数量创进入 这样的新闻 但是这种呢,它离我们这种普通投资者太远了 所以听听也就过去了 但是这两年不太一样了 量子计算它开始从科研阶段慢慢的往产业化方向走 换句话说,它已经不再能不能实现这个阶段了 反而是在能不能跑起来,能不能挣钱这个阶段 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变化 那为什么是现在呢 答案其实也是很现实的 因为目前算力真的不够用了 AI模型呢越来越大 数据也越来越多 甚至就连现在最强的GPU都要快到极限了 而且摩尔定律失速以后 原本就要靠堆芯片 靠制成优化的那种增长逻辑 现在是做不动了 但是整个算力需求还是在继续往上升 那这个时候 其实都在找一种算得更快的方法 量子计算它的意义就在这儿 它不是说替代原本的传统计算 而是补上一个算力维度 原来说就是传统计算 它可能是一条路一条路的慢慢试 量子计算它同时能把所有的路都试一遍 这个就是我们听到量子计算的时候 常听到的什么指数级提速的一个原因 那再说到这几点 它到底能干什么呢 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药物研发 如果有关注治药公司的一些朋友 应该知道 一个新药要上市从研发 有一期二期三期 甚至再到最后的临床阶段 背后可能是需要无数次的结构模拟 传统计算机 它算一个复杂的分子 可能要几个月 那量子计算它可能几分钟就能跑出来 这个其实不是理论 是已经被测试的一些现实案例 那要起能不能更早的拿到结果 这样就是他们之间 甚至说是几亿美元的一个差距 而且除了要研发 还有比如说是能源优化 物流调度 还有金融建模这种 这些都是以前要靠算法反复试的 那量子计算 它就能直接的算出最优景 对于企业来说 少试一次错 就能少少一点钱 这个就是他们的竞争力 当然其实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 量子计算跟AI的结合 因为AI目前的问题不是算法 而是算力 模型就像前面说了 越来越大 推理也越来越慢 训练一次可能要烧掉几千万美元 但如果有一天真的 AI能够接入量子算力 那就意味着训练时间可能就会从几周 变成几个小时 这种级别的突破 就不只是效率问题了 而是整条产业链的一个重新洗牌 所以说我个人的判断是 量子计算的逻辑 并不会说是特别遥远 反而可能会是算力格局的下一步 过去几年可能是GPU的红利期 那接下来 谁能率先把量子算力跑起来 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英伟达 那目前 真正的站在商业化门口的最有两家公司 我前面有跟大家说 IONQ和RGT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 他们各自的底牌 看看他们到底谁有可能 赢下这量子算力的第一局 说实话 如果要让我从这波量子计算公司里 选一家 就有可能最先跑出来的 我肯定是会选IONQ的 原因很简单 别的公司可能还在实验室里折腾 IONQ它其实已经在市场上开始收钱了 它走的路线叫光离子量子计算 听起来感觉很复杂 很专业 但其实原理挺直白的 他们要用悬浮在电磁场里的一些原子 当做量子比特 然后用激光去控制这些原子状态 这样听起来更繁琐了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群原子被困在空中 然后用光去指挥他们做计算 这种路线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 精准 就比如说别人家的电脑可能容易死机 但是它这台几乎就不会出错 IONQ它的保真度能做到99%以上 这也就意味着计算出来的结果会更加的可靠 而且它不会像超导量子计算那样需要放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里 所以说它的维护成本也会低的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光离子这条路是最有希望先跑出来的 那但是这条路也是有痛点的吧 就是扩展是比较难的 现在它们的机器比如说Aure或者说是Fort系列 量子比特的数量还不算特别的多 那想做到像规模化生产还是比较早的 那简单来讲 它目前的状态感觉就像是一辆跑车 性能可能特别好 但是暂时还是做不到量产 不过这一点并没有说拖慢IONQ它的节奏 因为其实人家早就明白了 光靠技术牛是没有用的 得让技术先能赚钱 所以说IONQ它是这一波量子公司里面最早开始跑商业化闭环的那家公司 它最聪明的一步就是直接抱上了微软还有亚马逊的大腿 它的量子计算已经接入到了微软的Ager Crossover 还有亚马逊的AWS Brick 换句话说 任何企业实验室或者说是开发者 只要登陆到云端就能够远程使用IONQ它的量子算力 就像是平时用云服务器一样 现在可以租它的量子计算机 这一步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这意味着它不再只是科研设备 而是一个能够随时变现的云服务 而且再往更深一层看 这种商业模式其实是很聪明的 它呢把量子计算变成了一种服务 客户不用再自己买机器 而是说按次付费 这感觉就像从卖车变成了开出租车 一旦流量起来的话 它可能就是源源不断的一些现金流 而且它的合作伙伴也是说是非常硬核的 不是说做噱头的那种 比如说有美国国防部 空军研究实验室 英语达谷歌 这些其实都是 而且这些客户它要的不是说特别炫酷的技术 它们真正需要的是要用量子算力来做模拟优化以及科研的 虽然说它的收入基数不大 但是含金量还是很高的 而且还有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 就是IONQ它不是只卖硬件 它的系统从上到下都是自己做的 包括量子变弃还有软件层 这个就像是苹果吧 既自己研究芯片 然后又自己搞系统 性能还有稳定性都能被自己掌握 那这种别人可能还在为怎么跑起来头疼 IONQ它已经可能就在优化 怎么跑得更好 更好用了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IONQ它真正的优势 不是说量子比特比别人多几个 而是它的整个架构都是在围绕能用 好用能变现去设计的 这点是非常稀缺的 因为很多科技公司它就是倒在了 技术好但是没人买单上 那反而IONQ它就是反着来的 先让市场能接触到 然后再慢慢的拉高它的技术门槛 这条路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提前布局量子计算的商业入口 那当然它也不是说是实权实美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前面说的扩展比较慢 因为它量子比特规模一直提不上去 成长曲线不够抖 那这个在资本市场上就是会吃亏的 毕竟大家都是在追求翻倍故事 但是链子计算的商业化周期 大家都知道是很长的 这个就会让它股价的波动特别大 一有风筝草动 市场可能就会质疑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赚钱 但是我说句公道话 其实整个行业都是这样的 现在还没有说那家公司 能真正的大规模落地 那IONQ它至少跑在最前面 所以说我对IONQ的看法 是一直比较清晰的 它的风险就是它的成长速度 但是它的确定性就是在技术路线 还有商业模式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的方向是对的 量子计算最终一定是会走向云端化 一定会是按需调用 所以说它目前已经有提前站住位置 所以说要我来形容IONQ 它现在的阶段感觉就像是 以前的特萨拉 车可能还造的不快 规模也不大 但方向至少是没有人质疑的 又或者说像早期的英伟达 可能别人还在画显卡的电路图示 它就已经在想着怎么做生态了 短期来看的公司 它的估值比较高 波动也比较大 但是长期来看 它极有可能会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 那我自己的判断就是 IONQ它现在是最接近商业闭环的量子计算公司 别的公司要么是在拼设备 可能还是在讲一些基本的理论内容 但是它已经有在把量子算力 当成商品在卖了 那未来量子计算 如果真正的走向量产化 那么一些占据云平台入口的公司 一定会是第一个吃到红利的 所以说现在的IONQ 其实还不算完美 但是就像我前面反复强强强的 方向是对的 在一个还没有人能摸清电话板的行业里 能确定方向能活下来 还能赚钱 这本身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说完IONQ 我们再来看一下RGTA 如果说这波量子计算力 哪家公司最有可能来个大反转 我觉得就是RGTA 我个人觉得RGTA 它有点像那种比较沉默 但是又很务实的实干派 可能没有人关注 没有人去追捧 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反而会发现 它可能会是整个赛道里面 最有可能后来局上的那一个 具体的我们先来说技术路线 RGTA它走的是 超导量子比特的路线 这个路线其实不太冷门 就连谷歌IBM走的 同样也是这个技术方向 简单来说 它的原理就是要通过 超导电路来控制量子 听起来很复杂 但是核心逻辑就一句话 它的目标就是要用 更传统的半导体工艺 把量子计算做到 可以批量生产 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 因为现在很多的量子公司 都卡在能做出来 但是做不出来量的阶段 而RGTA它的超导路线 最大的好处就是 制造成本相对是比较低的 而且上产速度很快 兼容性也比较强 那么它就可以直接利用 现有的一些芯片工厂 把量子芯片 像生产普通芯片一样造出来 这点跟那些需要一些特质设备 精密离子陷阱的公司比 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它这条路也是有缺陷的 它的致命弱点就是 噪声太大 也就是系统太容易被外界干扰 稳定性很差 量子比特一旦被干扰 运算结果可能就不准了 这就是为什么超导路线 它的纠错难度是特别高的 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 RGTA这种公司就是 做不出太高性能的产品 但是这种想法其实是有点片面的 因为至少这家公司在工程化 落地这块是已经走在行业前面的 RGTA它的策略很聪明 它没有去卷谁的量子比特数量最多 而是有在专注的 怎么把设备做得更稳定 更能量产 它自己是有完整的一些芯片设计 封装和控制系统 这点在量子计算行业里 算是比较稀缺的了 因为很多公司它可能只负责一部分 比如说控制电路的 做算法的 或者说是只做硬件样机的 但是RGTA它就是少数的 能从芯片设计到系统整合 一条龙都能搞定的公司 这就意味着 一旦它的技术成熟 它完全是有可能 自己有能力大规模生产的 不需要依赖别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背后有很多稳定的客户 也就是政府 RGTA有长期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 计划局 以及一些国家实验室合作 这些合作不会说像商业客户量 一单一单的谈 反而是一些长周期的科研项目 一天可能就是好几年 那这类订单虽然说不大 但是非常稳定 也不容易被市场的波动影响 这个就给了RGTA足够的现金流 去熬它的技术周期 也会让公司不至于说是像其他的 量子初创公司那样 融资求生 除此之外呢 它还和NAS有合作 不是说挂名合作 而是真正的在项目层面 打通的那种研发合作 也就是说 它虽然说看起来比较小 但至少在顶级的科技生态里面 是混到了核心圈 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在量子计算这种 需要协同创新的领域 能够进入到大厂公司的 这种朋友圈 其实也就意味着 未来更容易 接到一些项目还有资金 那当然我们也得看到 它的短板 RGTA的设备在性能上 确实是没有办法 跟LNQ那种离子路线的 机械相比 尤其是在量子的稳定性 还有一些纠缩率上 它还是有明显差距的 而且再加上 它的知名度 没有LNQ那么强烈 商业客户也不是说特别多 所以说市场认知度 一直是偏低的 股价波动也很大 可能一会儿涨几车点 一会儿又暴跌 就像是昨天 所以说很多投资者 都是不敢拿太久 就是怕它中途 可能被收购 或者说是吸食股份 但是反过来看 这种情况也就说明了 它其实是被低估了的 因为价格波动大 往往就因为 这是情绪主导的 而不是说是基本面 那它的机会在哪呢 我个人认为 是有两个关键点的 第一个就是容错率的突破 也就是它噪声控制的问题 如果说RGTN 能在未来一两年 解决它这个核心瓶颈 那它的量产能力 可能就会彻底的释放出来 那个时候 它的成本优势 可能就会非常的惊人 可能会比其他路线 更早地实现商业化 第二个就是 政府项目的放量 其实过去两年 美国政府有在 电量机计算领域的预算 进行持续的增加 一旦RGTN 它能拿到更大规模的 国防或者说是科研订单 那么它的估值逻辑 可能就会完全变了 到那个时候市场可能就会重新审视它 不会再把它当成一个科研项目公司 反而是一个真正能量产 能交付的硬科技企业 那我自己的判断 就是RGTN它属于那种 已经被市场忽视的 技术对线型公司 它可能现在不会说是在 风口浪尖上 但它脚下的地基 至少是扎实的 那在量子计算这种 极度烧钱 又极度漫长的行业里面 能活下来 其实是比什么都要难的 但是RGTN它不仅活下来了 反而慢慢的再往工程化落地靠 这个就说明它的路线是走得通的 所以说在我看来 它不是那种短期能炒出 比较大热度的一些票 但如果它真的能跨过 它的造成门槛 或者说是拿下关键项目 那么它的反弹速度 可能会超出我们的预期 因为它的底盘小 估值没有那么高 基本面也相对稳定 一旦情绪转向 就容易走出 从原来的抛弃 再到被重估的这种走势 那简单来说 现在的RGTN 就像是一家 处在黎明前的公司 没有人关注它的时候 它一直在默默地 研究自己的核心能力 那等到哪天 它的造成问题解决 设备能批量出货 到那个时候 它的故事可能才真正的开始 那最后 如果把AI比作是应用层的革命 量子计算 其实就是算力层的革命 现在对于整个量子计算板块的 投资逻辑很简单 我刚认为 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题材 而是时间的福利 我们要明确 我们买的其实不是叶子 是未来的门票 我个人的看法是 RGTN 它更像是冲得最快的那个 靠政府项目 还有工程落地 短期是更容易看到成果 LNQ 它更像是那个铺的路最稳 技术壁垒 生态也领先 长期想象力是更大的 所以说 在我看来 如果大家求稳的话 就可以关注RGTN 像关注一些长期成长的话 就要考虑LNQ 但如果个人是非常看好 链子计算 很关注这个板块的话 就可以两者搭配着来看 总体来说 我的核心观点就有一个 链子计算 它现在不是赚快钱的赛道 反而是未来算力格局的入口 它的价值也不在于当下的营收 更多的是 时间积累后的一个爆发 那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 会觉得说 现在投资会不会太早了 但是 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是 真正的机会 从来不是说等到 所有人都能看 等到时候才出现的 当时展上可能都在 说链子计算改变世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已经 就是行情的后半程度要结束了 所以说总体来看 我不确定是他们两个 谁会是最终的赢家 但我确定 量子计算这个赛道 是值得我们提前关注的 因为每一场科技革命 都是从不被看动开始的 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那最后如果大家觉得 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 或者说大家跟我一样 信仰长期加持投资 那么别忘了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获取更深度的公司拆解 当然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你们最看好的公司 我是安博 这期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